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一街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一个关键数字 代表股市的黄金切割率 让了解股市波动的趋势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关键密码是 大失业潮降临 台湾10月份的失业率 4.33%跟9月比 竟然是不降而且是反升的情况 现在连主计处的官员自己都说 这几个月失业的人数 真的像是蚂蚁熊兵一样 不断在增加 这也是一个警讯 因为接下来恐怕会出现 大家最不愿意见到的大失业潮 我们从三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正常的情况 你毕业季过后最晚10月的时候 失业率应该要降了 怎么在这一次所公布的 10月份的失业率 却是没有降的情况 而且现在青年失业率的情况 13.57% 这样的一个情况 已经是逼近了欧债严重 相当国家的意大利了 而第三个让大家感觉到 相当害怕的就是 长期找不到工作 而且退出职场的人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而且这个人数 还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这些人 其实他们又没有算尽 所谓这个失业率 代表说其实 整整失业的情况 是更加严重的 而市场甚至现在还传出说 接下来恐怕连一些外商公司 甚至是上市轨公司 都会开始要酝酿大财源 而且他们锁定的是中高阶的主管 也就是说失业潮将会从年轻人 要扩散到中高龄了 而对比大家担心这些失业 还有退休金的问题 在最近网路上 其实有一段这个影片 相当的红 而且很多网友看了都说 他们真的是很感动 是什么影片呢 其实就是顾总统蒋经国先生 他以当时这个 举两个铜板来作为例子 他想要强调的是 其实你发财赚钱 真的要正当 而且用钱更是要恰当 你如果再对比现在整个政局 跟社会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都说这个 看了真的会掉眼泪 现在的政府在大环境 已经这么差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更应该要有所作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 是资深媒体的黄创夏 肥玉好 大家好 财子学堂副总林晨英 肥玉好 大家好 新院门头顾总监孙庆龙 肥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政专家黄史聪 肥玉好 大家好 好 台湾11月份的失业率 很不寻常 不降反升 代表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 没有想到有人竟然是利用 然后攻击 就想要找工作 求温宝这样的心理 开了地下派遣公司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失业一段时间 小陈守备被铁棍打得淤青 眼窝吃了一记拳头 他莫名其妙被打 把我围起来哦 我准备要跑已经来不及 其中一人呢 就这样 这样揍我 突然被好几个年轻人围起来打 现在有人上门他都会害怕 家里原本开网咖 成功大学资工系毕业的高材生 也找不到工作 我现在也算是高学历失业 其实我看得出来 现在的工作并不需要高学历分子 现在需要的是技术工 除了小陈被打 还有其他人失业一段时间 才到派遣公司上班 结果被揍到送医气凶 昏迷伤势非常严重 警方逮捕以罗姓主贤为首的人力派遣公司 他们以征粗工的名义 吸引被害人上门 但一应征就无法搓身 假设单日薪水1300元 派遣公司直接扣700块 想离职就被带到地下室的法务库房 痛打电击 很不人道的一个控管 这个员工的一个方式 到派遣公司一探虚实 直接送客不回应 警方进货报案开始长期追踪 邪罕派遣公司 捉住上面应征的人 都迫切想要接到工作的心情 上班第一天就把住家地址 和成员打听的一亲二楚 就算用胁迫的方式 被害人也大多不敢吭声 默默承受 很多被害人现在才松一口气 接下来终于能找一份正当 不会再被威胁的工作 TVB的新闻 向远兵工事姐林伟龙 新北市报导 好 创下 劳工找不到工作 真的已经很可怜了 没有想到有人这么黑心 还把这些劳工当成奴工 从小到大 不管是宗教 还是我们的爸妈 还是老祖宗 或各种庙会道教 都告诉你说 人不要犯罪 犯罪会到18层地狱 但他们也跟他讲说 有一种人 连阎罗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这种人 就是落井下石 趁火打劫 也如果一看 我18种地狱里面 准备了刑罚 对于这种 我都还不知道 我觉得我还要更凶 更狠 大家讲说 这种人真的存在吗 真的可能有吗 没有想到 现在是我们的台湾 竟然真的有这种人 真的是打到19层地狱 打到20层地狱 都该打下去 连阎罗王一定会为他 盖一个新的地狱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罗姓兄弟 他还叫一个兄妹 一家三口 三十几岁 年轻力壮 不好好地去努力工作 竟然看到说 台湾的失业率 这么高了 大家对于将来 没有工作 充满了口慌 这个时候 正常人怎么样 我们怎么去解决 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看到 别人帮助一下 他们不是 哇 他们觉得 他们赚钱的机会来了 他们就去成立了一个 地下的人力派遣公司 专门去跟很多 失业的人讲说 反正呢 你就怕失业吗 你总要有一份 温饱吗 你明天的三餐 要想办法解决吗 他开个价说 我一天给你 一千七百块 下马好 比一般的派遣公 一天只有 一千一到一千四 还好 而且还保证你说 我保证不裁员 所以很多人就去了 但是去了以后 马上给你苛扣 第一个呢 去了以后呢 他每日抽拥 四百元 在全台湾 几乎没有这种行情 人家那么辛苦的工作 去扛篱笆 扛什么的 结果他坐在家里 白拿四百元 更过分地在哪里 他说你迟到 就扣你一百到六百 由他自由行政 你 我带你去工作 拍遣工 你的 钱值没有带 我借你 我扣你两百块 然后 这样子也可以扣你 然后就工具 他也不准备 是这些劳工 要自己准备的 更可恶的是说 完全的就是 我看你今天 就是不认真的样子 我再扣你三百块 或者是我整天 一千七 我就把你全扣了 整天都扣掉 整天都扣了 就完全由他自由行政 而且呢 新进人员还有押金 然后什么是 无故未上班 就扣你的 更可恶的在于说 你这些东西去了以后呢 你还不准离职 不准离职是 你第一天一上班 他会说 你真是辛苦啊 肥鱼 你来 派人家送你回家 就把你的家给寄起来了 你不来 你说你要重新离开 那不行的 马上可能就在你家的时候 下葬岗 你妈妈回家的时候 突然有人就跳出来 把他吓一跳 或是恐吓 完完全全跟黑道的做法 没有两样 然后更可恶的是说 有一位 成大毕业的 48岁的张信玥先生 张先生 高龄师业 高学历师业 但是他总要是说 中间因为公司或什么 总要有个过渡 他就来做了 没想到说 所有这边的人呢 你都不准离开 他做了几段时间之后 他觉得说 我做了一个好的工作 我做了一个 我找到了好的工作 说我要离职 不准 你离职了 我每天从你身上吸的血 我从哪边拿 就把他就弄了一个 他竟然有私设刑堂 在里面叫做法务库室 打成这个样子 里面有球棒 有电极棒 有铁锤 把他逮进去 铁锤电极棒 球棒往他身上打 打到他气胸 出来医院以后 缝了21针 然后有另外一个呢 他只是说 有一天看一个人不顺眼 就叫进来说 雇主投诉你说 你入骂了他 我要扣你一日心 又把他打进去 打断了肋骨 这么恶劣 所以就完全没有 他警察把他查获了 把他抓起来了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61个人 跟警方控诉 受过他这样的恶劣 这简直是 把这个劳工呢 当成奴工 变成他吸血炸载的工具 然后这些人进去之后呢 就进了贼船 你一辈子不能走 连黑道帮会 都没他做得这么惨 但是我们要回来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干 为什么他这么狠 就是因为 我们劳工的价值 不断地被低估 我们劳工的薪水 不断地被低估 所以呢 我们昨天讲的 连一个杨小姐 外商都欺负你台湾人了 你那个价值 明明七八万的 我就用用22K 我台湾人 外商已经不看齐人的老公 现在呢 整个劳工的价值被低估 整个劳工的薪水被低估 大家就想说 我要生存下去 就有这种恶魔 恶鬼型的人 出来这样子压榨 所以今天的大事业潮 你会发现说 台湾如果还不想办法 去解决这个 劳工被低估 劳工的薪水被低估 劳工的薪水被低估 凸鹰就飞出来了 因为他们都闻到了 有腐肉可以吃 有死亡的信息 他们就开始掠夺 而我们的劳工呢 就活在了 我们其实讲难听点 刚才骂他是 真的该上十九层地狱 但是我们的老公 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善 大家早就活在地狱里面了 好 这些受害员工 即便是现在 那么这个歹徒 当然已经落亡了 但是他们只要一想到 自身的遭遇呢 其实都还是心有余悸的 其实这也凸显出来 我们看到呢 没有想到 他竟然会大赚 这样的一个黑心财 台湾的这个失业率这么高 这么多人找不到工作 没有想到这些人呢 竟然就从台湾人 现在要找工作 很困难当中 去寻找到商机 其实这样想到 也是觉得很心酸 而这样的黑心派遣公司呢 就是看准民众 他们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 真的很需要 温饱的一个心情 因为工作真的不好找 这个事从 现在连主计处的官员 自己都说 十月份的这个失业率 有现在已经透露出 非常严重的警讯 对 我们看到说 十月份台湾失业率是4.33% 事实上是亚洲国家名列前茅 我们看到说 日本的失业率 也才4.2% 那整个香港的话是3.4% 韩国是3% 那新加坡是1.9% 台湾4.33% GDP成长率是最低 失业率是最高 对 我们知道说 每一年失业率的统计数字里面 二月跟八月 往往都是这一年的高峰期 二月刚好就是过年后 有要转职的过程中间 八月就是因为 新的年轻的一些毕业生 对 要换工作 所以照理说是两个高峰期 那八月之后慢慢开始找到工作 应该是开始 失业率会开始持续的下滑 但是今年出现一个 很不一样调诡的局面 八月份失业率来到4.4%之后 九月份稍微的往下回跌到4.32% 没想到十月又升到4.33%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警讯 以往就是直接会往下掉 一直到年初才会往上升 但是现在又开始往上涨 主要为什么这么多原因 我们看到说最近的电子业 真的是非常不景气 我们看到说包括说NB厂商在裁员 面板厂商在裁员 LED厂商在裁员 包括说我们之前通报无薪假人数 已经有4千多人 所以这个失业率我很担心 接下来还有可能再持续往上飙 我前几天去跟一个太阳能厂商的老板见面 他的这个公司刚好是通报无薪假的公司之一 就要跟我说是从我们如果这个公司在持续的不赚钱下去的话 这个可能就要变成是官场 他可能年底有考虑要官场 所以这个他的员工大概有100多人 所以你看这个又变成失业率的状况之下 100多个家庭马上可能这个生计都面临的问题 对你看这个影响又非常大 所以失业率还有可能 我认为还有可能再继续往上飙 而且我们觉得最不忍心的是 我们的青年人的失业率是13.57% 我们青年人如果去除以我们的失业率的这个比值的话 这个比值是3.13倍 这是世界第二高 我们只赢过哪个国家 只赢过意大利 意大利的失业率是10.8个percent 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失业率是35个percent 他们是很惨 但是台湾也更惨 所以我们现在也直逼意大利了 对 直逼意大利非常的惨 一般这个比值大概就是两二倍左右 但是台湾是特别的高 我们知道青年人的失业率 我们每一年都有毕业生 他们都是青年人 一批一批的新出来 结果他们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个失业率当然还会在持续往上累积 累积上去 那尤其是说这些青年人他们找工作 根据统计有92%的人 他找不到工作 他想找工作但是找不够工作 而且他们平均都已经找了四个月 还找不到工作 根据一个统计数字 只要找超过六个月没有找到工作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 很短时间之内不太容易找到工作 他就可能退出整个劳动市场 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10月份 非劳动人口的总数已经来到809万 所谓非劳动人口就是他不想工作了 所以不想工作他不会统计在失业数据里面 失业率里面你抓不到这些人 但是他是真的不想工作 他退出劳动市场 他可能长期失业 结果导致他干脆就不找工作了 对 就不找工作退出劳动市场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个失业率的历史新高是 2009年的1月5.3 一共有57万人失业的状况 我觉得接下来包括LED产业 面板产业 还有很多电子产业NB厂商 像我们刚刚今天 连健兴店做DVD都要开始裁员 这个厂商这个一路下去 到明年的这个所谓证券业的裁员潮 又来临的话 台湾真的会出现失业潮 我希望这个未来我们不要明年还在讲到说 我们台湾的失业数据创新 那真的是一个令人心痛的数字 好 10月份的失业率4.33% 那么有人或许会说跟9月比 只不过增加0.01个百分点 感觉没有很多 但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其实已经透露出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 就像刚刚侍聪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所最担心的就是大失业潮 会不会在之后就会紧接着到来呢 因为连主计处的官员都说 这几个月失业的人数 真的像是蚂蚁熊兵一样 是不断在增加的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警讯 而且如果大失业潮真的出现了这个诚意 大家最害怕的是 刚刚我们提到是 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的严重 那么接下来 现在市场已经甚至在传出说 有些外商公司 甚至有些上市柜公司 比较大型的公司 都已经酝酿要在裁员了 是 其实我们分成了两个重点讲 大家讲说就像斐皮讲的 那么都多了零点几的话 会这么严重吗 原因的话是说 在十月份不该出现这个现象 这个是十二年以来 第四次出现 那么前三次是什么呢 在两千年的时候 网络的泡沫 那么再下来的话是金融海啸 接着的话是去年的欧债危机 所以今年的话 虽然欧债目前问题没有这么大 但是我们发现说 开始出现一些不对劲的这个现象 因为十月份的失业率 理应来讲要比九月份下滑 所以为什么主计处的陈副处长的话 他提到说像蚂蚁熊兵一样 原因的话是从七月份开始 七月份的失业人数增加一千人 八月份增加三千人 九月份增加一千人 十月份应该下滑 结果是增加了三千人 那么当不该在季节时候出现的话 我们就会担心说 有没有特别的情况发生 过去大家说可能大学毕业生 可能只要两个月大概就可以找到工作 现在甚至到四个月都还找不到工作 是 而且这个在年轻人 那我最近所遇到的例子就是说 接到几个朋友的这个电话 那么有的是在科技业 那有的的话则是在这个传统的产业 那么他们纷纷在近期 就是跟我年纪一样的这个朋友的话 他们发现说 第一个工作上遇到瓶颈 第二个的话呢 有的公司它的部门的话 就直接收起来了 整个部门裁掉啊 对 那这就发生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到中高龄失业的问题 那正好我有机会遇到 这个一个人力仲介的高阶的主管 我就跟他聊 他说的确他们最近有接到 来自于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公司 申请求职的这样子的讯息的话增加 那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于因为不景气 或者是部门 产业发展方向错误的关系 这速度就开始上来了 甚至于我在帮我这些朋友 在去做询问的时候 发现也有外商公司 他们开始在降低他们的员工人数 换言之不管是优退或者是之前 这种现象开始产生 但这种现象会产生一个问题 因为呢我们在讲说求职的话 四是一个魔术的数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的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话 中高龄那你还要再去找 你会发现说 好像出现了很多都是 比如说我找到35 或者找到38岁或42岁 但是再往上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所以刚才创下其实有提到说 好像刚刚那位成达的48岁的先生的话 他就不太容易去找到工作 中高龄的问题产生了之后 其实会影响什么 年轻人 因为中高龄有经验 当他开始降低他的要求 去找市场上的工作的话 那可能让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现在都是这样子啊 我找人来的话 我没有时间训练你啊 你来马上上战场打仗 马上要可以动了 所以如果有经验 愿意降低你的薪资水准的话 那就排挤掉了我们年轻朋友的工作了 所以这个重的东西 其实是完全相扣的 那么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他的一个关键的年龄的数字 就在4啦 所以像我和创下熊 我们两个如果失业 我们就不好走 庆龙可能就比较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啊 好像刚刚这个陈映所讲的 难怪这个主计处的官员 自己都很担心 因为现在失业的人口 真的像蚂蚁熊兵一样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那么从原本大家知道 这个青年失业的问题 如果说真的扩散到中高龄失业的话 那么这些中高龄的人口呢 他们可能去卡住这样的一个 就业机会的话 可能更会影响到 可能年轻人可能会更担心说 他们更加找不到工作了 所以呢 整个10月份的这个失业率的数字呢 已经透露出来 恐怕大家最不愿意 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大失业潮 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是 其实行政院主计处 这一次所公布的一个10月份的失业率 其实它整个浮现了两大隐忧 第一个隐忧就是现在目前 今年的失业潮就像是慢性病一样 它不断的逐步的在扩散 不断的逐步的在往外延伸 但是许多人一点一滴之后 在被侵蚀那个所谓工作的机会 那第二个隐忧就是出现 所谓脱离常轨的状况 刚才我们来宾都有提到说 9月正常来讲 10月份的失业率应该要下降 我们看这过去这几年例子 整体来讲我们认为 每年的7月份 应该是整个失业率比较高峰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6月份大学毕业生 就已经踏入职场了 那当然就失业率就会比较高 我们看2003年的时候 当时的7月份的失业率来到5.16 但是到了10月份 其实也是降到4.92 这是正常的哦 2004年的7月4.62 到了10月份也降到4.31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其实都是相同的趋势 都是失业率到了10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往下降了 那即使是到了 最近的2009年 2011年 2011年 其实都是有相同的轨迹 所以只有过去10年 只有出现两次 10月份的失业率 比7月份还要高 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2008年的10月 当时的失业率来到4.37 但是7月份的失业率 其实是只有4.06 这个出现了一个 这样子的数据 就是所谓长轨 已经脱离长轨的时候 它代表会什么 代表后续的失业率 不断的往上窜身 到了2009年1月的时候 隔一年1月 来到5.31%的一个失业率 这个部分代表整个失业率 有恶化的现象 所以它一旦脱续 脱离长轨之后 它意味着说 你接下来的这个 这几个月的失业率 恐怕会更加严重 对 那就好比就是 一家厂商 其实在营运旺季的时候 它营运的表现 没有比它淡季 还要好的时候 那代表它进入 真的进入到淡季的时候 真的马上就会 每况愈下 那我们今年看到 今年的情况下 今年的10月份 失业率是4.33 大家觉得好像 4.33没有什么感觉 你去比较7月份 4.31 这个才是一个 我们认为一个 最不寻常的状况 这个不寻常的状况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一波的失业草 就像是慢性病 会逐步地扩散 目前为止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 一个止跌的一个讯号 这过程其实就有可能 复制2009年 失业率不断 创新高的一个状况 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就像刚刚这个 欣宗所讲的 我们按照过去几年的例子 就是你的失业率 在这个7月的时候 毕业季节的时候 它当时的失业率 是会比较高 但是到了10月 也应该要降下来了 那么这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只有在2008年 这次是比较特别的 它到10月没有降下来 但是呢 恐怖的事情 就是它在之后 到了09年的时候 它的失业率 甚至飙高到5.75% 就是它的情况 失业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这一次呢 又出现了这样脱序 脱离忏悔的状况了 所以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接下来几个月 甚至到过年后 很多人都已经在讲 会不会过年之后呢 甚至会发生一些 更严重的失业 裁员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了 所以说大家都很担心 整个就业市场 其实并没有好转 而我们从这个逐科 就看得出来了 是从 对 因为我们以前 在当研究员的时候 其实还蛮常去逐科 这个扣公司 以前我们去的话 都要先打电话 跟他们公司的特助 或是跟他们发言人说 请你帮我站一个车位 不然去那边的话 是没有位置可以停车的 但是最近我们去逐科的时候 去每一家公司来看 这个停车场位置 都是空空荡荡 根本就你直接开进去 都有得停 不用人家帮你占位置 这很多状况就是因为 逐科现在开始裁员的状况 非常严重 没有人来上班 这逐科它附近有这个金山街的商圈 它那边有非常多的餐厅 其实在九月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波这个倒闭潮了 对没有错 我们刚才刚才讲到说 大家停车场没有人去 有人还骑摩托车去 所以当然要找位置很容易找 刚才斐鱼提到这个金山街 金山街其实在逐科周边 它旁边有非常多日本料理 或是这种意大利餐厅这种 为什么它很指标 其实它几乎就是所有的客源 都是来自于在逐科 以前逐科好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逐科人就说 动辄我们去吃个好 今天股票又涨了 吃个几百块的便当 或几百块的中餐 其实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 他们这些金山区周边的 一些高档的餐饮店 都已经陆陆续续出现 一个倒闭潮或是转手潮 反而这个取而代之 都是一些自助餐店 那种小型的餐饮店 在那边非常的好 另外一个指标的 就是竹北的房价 我们知道竹北房价 大部分的客源 也是来自逐科的地方 逐科的员工最近 第一个他们不是在无薪假 就是在休假 员工分红又大量的减少 股票又持续的下跌 所以竹北的房价 已经出现下跌 较以往大概下跌 一层到两层左右的水准 另外我最近去拜访 一些竹科的公司 我觉得有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我去某一家通讯网路厂 他跟我说 就是他叫我说 我们抠公司 大概讲了他公司的状况 他跟我说 你帮我找一些人 我说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要把我的工厂租出去 他要出租他的工厂 出租工厂啊 对 因为他不想做了 他要出租他的工厂 那我在call几家公司 他怎么不卖掉了 对 因为他想要还要值 因为那个竹科工厂 以前是租金是很高很值钱的 他的工厂在竹科里面 他是希望说 先能够这个租金收入 其实租金收入还不错 可以维持他公司 目前因为他还不想卖 那另外有一家公司 他是直接跟我说 四松你帮我找 有人要接手 我想把公司卖掉 你知道这些接手卖掉 这会造成多大的失业潮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 真的未来会越来越恐怖 好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会不会爆发这个大失业潮 而且现在很多 即便你现在有工作 有薪水的员工 其实这个日子也不太好过 因为有六成三的上班族 他们的薪水都是动涨的 很多雇主能给的 这个固定薪资变少 他反而是用什么其他的明目 像是奖金 津贴 这些浮动的 不是固定的薪水来给员工 对 这个的话产生的是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提到说 我就跟我朋友联络 希望说能够帮大家开拓 更多的一个机会 结果我朋友讲了说 对不起 我们最近的话 我们整个员工 也是出现紧缩的情况 说你们是大公司呢 他说没有办法 这是上头的整个亚洲地区 总部的一个命令 他还是大型的跨国企业 大的这个公司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听到他叹一口气 我说别人目前还在找工作 那你的话有什么好叹气的呢 他说在最近开会 开会的就是 原本有机会调涨的固定薪资的话 现在变动涨 所以他变成说 在这63%里面 那么我们代表说 其实有30几个%的朋友 是有机会的 他本来以为说 他的固定薪资可以调涨 那么这样算起来 比如说年终奖金 它1.5个月或2个月的话 你这个比重是不是会增加 结果我发现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 因为呢 大家开始用什么 用变动薪资去取代 你的经常性薪资 我们经常性薪资 就是我们的本薪啦 还有固定的津贴 比如说火石津贴 这些津贴 这些津贴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陈述的效果 但是非经常性是什么呢 绩效奖金 或者是说 节日的 或者三节的奖金 那这个是 绩效上来的话就有 绩效没有上来的话就没有 所以呢 他随时要拿掉都是可以的 对老板说 那我们就 共体时间嘛 那现在的话 大家状况也不好 对不对 大家状况不好的时候 那你先委屈一下 但是明年如果 这个绩效上来的话 我再把你加回来 心里想是这样想 但是呢 现在拿到的跟明年 不知道有没有在云端的 那个彩虹的话 我们不如看一看路边的小花 看起来比较可爱一点 那现在另外一个 伤脑金的年龄是什么呢 平均退休的年纪 原本是56.6 现在延后的五年到57.1 其实五十几岁的话 还算是一个壮年 原本很多朋友就是规划说 看我能不能早一点去做退休 结果现阶段的话 开始退休年龄延后了 那产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问题了 如果中高龄的朋友的话 退休延后 那么其实年轻朋友的就业机会 可能会减少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动的池子 出去的少 进来的就会少 那造成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 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在这里 我们有一句话大家记起来 我双双的棒 我拼拼的土 靠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怎么样的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的话 是现阶段当务之急 其实就像刚刚这个陈毅所讲的 现在很多人呢 干脆就延后他退休的年纪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职场 这个不流动的情况 已经是三年以来最严重了 很多人根本在景气很差的时候 也不敢想说 我要换工作啊 所以当然你没有换工作 你没有缺这个职缺的话 公司也不会再补人嘛 所以呢 大家就在问哦 到底我们这个薪水 为什么薪水都没有往上增加呢 是不是这几年以来 台湾的这个经济都没有成长呢 我们的薪水到底到哪里去了 你在台湾真的有这么糟吗 真的有这么差劲吗 造成现在大家这么痛苦吗 可是大家看一下数据 不会啊 第一个 我们的出口 我们是贸易为主嘛 我们的出口 我们累积财富的能力 没有少啊 到央行公布 这是央行公布 九月底的外汇存底 三千九百八十亿美元 全世界第四名 前段时间韩国都已经把我们看不起了 可是韩国呢 才第六名 前来我们赚钱的人力 比韩国还强啊 所以我们这国家 没有问题啊 再过来呢 那就是公司不行了吗 公司没有赚钱吗 不会啊 金管会公布 从民国八十七年 到民国一百年 上市公司的营业利益 平均成长百分之两百 也就是两倍 只是营业额嘛 但是利润呢 哇 那更多 税后尽力 成长百分之四百 也成长了四倍 代表公司也行啊 好吧 那国家也没问题 公司也没问题 就是劳工的错了吗 劳工懒惰吗 劳工的人力不好了吗 错了 去年劳动力生产指数 一百二十八点一九 为史上最高 所以我们劳工的劳动力 生产指数也是最好的啊 我们劳工也没问题 但是就有个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人均的GDP 十三年下来 我们GDP翻了好几番 人均的平均分配到 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 只有百分之六十 而薪水却只倒退到 十四年前 就是民国八十七年前 民国八十七年的时候 所以这中间赚了这么多财富 被谁拿走了 大家是在问 我们最前面讲的 那个黑心的地下派遣公司 明明一天给你一千七 但是给你抠来抠去 抠来抠去 最后劳工只拿到六百 有时候还会更少 所以大家也问了 可是我们国家不黑心啊 我们的公司看起来也不黑心啊 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了 为什么赚了这么多钱 百分之四百的利润 结果我们劳工都没有分到 劳工都没有享受到 对 中间是被谁抠走了 中间被谁拿走了 大家才要问 因为劳工也没有问题 公司也没有问题 国家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地方有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哪边呢 我们当时最近 大家也觉得很沉闷 终于将调点薪水 给每个劳工 一天一颗茶叶蛋 政府订了三个条件 是很难的 但是呢 终于是因为我们那个 连续的GDP 什么都不行 连续的CPI升高了 依法免税额提高 哇 大得证啊 349万户得证 受贿了 结果发现说 平均减税75亿 每户可扫缴一年 2150元 你除下去一年365天 哇 一天 少了5.89元 你这样买一颗茶叶蛋 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问题出在哪呢 就帮劳工加点薪水 给一颗茶叶蛋 好多条件 不行 那终于大家过得这么辛苦了 给你减典税 顶多 减一颗茶叶蛋 都不给你 好 所以在减税的时候呢 其实一天如果减一颗茶叶蛋 难怪民众会说无感 不过马总统说呢 这个为什么没有帮员工加薪 是因为企业没有赚购 那请问企业要赚多少钱 才感觉是够呢 在这里就不得不佩服这个 金元教父张中某先生 他说不财员 而且还会帮员工加薪 每个人还有一万二的这个奖金 而且他说呢真的要注重效率 他说即便是有加班费 他也不希望员工长时间 在超时工作 这是金元教父张中某他所说的话 而过去呢我们看到 大家都说这些年轻人真的很可怜 大家都说他们是草莓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更多的年轻人 他们已经变成了是清贫族了 过去几个星期 庆龙其实在商业周刊网站上 最多人在讨论的一篇文章是什么 就是大学毕业生 一个社会新鲜人 他竟然连三宝饭也都吃不起 是其实还蛮感态的 因为我们过去总认为 其实教育是帮助穷人 脱离贫困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得很感慨的讲 台湾的高等教育 却是让台湾的年轻人 陷入到贫穷的恶性循环中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蛮无奈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让台湾的年轻人 接受了高等教育 却陷入到贫穷的恶性循环 最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其实是大学念租的成本越来越高了 我们过去十几年来 大学的学费不断地在调涨过程中 其实让念一般来讲 其实你念一所私立大学 你一年一个学期至少要花十万块 那一般的生物一般的家庭 没办法支付的情况之下 变成你要去做 去申请学贷的人数就是大支 我们看这几年 民国八二四年的时候 申请学贷的人数 其实只有四万一千人左右 但是到了民国九十九年 已经成长到七十七万人 哇 很多人耶 对啊 将十五年时间成长了十八倍 十五年的时间成长了十八倍 这代表是什么 大学真的越来越贵 这么多人在念大学过程中 背后的家庭已经没办法支付了 他们只好去申请学贷 那大学的学费越来越贵的过程中 只是让年轻人掉入二星循环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学的文凭越来越不值钱了 我们看一下大学生 这下面大学生的起薪 就在九零年代的 在民国八十八年的时候 大学生的起薪还有两万七千元 但是经过了十二年 十三年 起薪不但还在原地踏步 还倒退了九百元 来到了两万六千五百元 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起薪倒退的最主要原因 是大学学历泛滥 九零年代的时候 台湾一年 九零年代台湾一整年 十年产出三十万个大学生 但是现在 现在目前台湾的 在大学以上的学生 就高达了一百二十五万 人数增加了三倍 供给增加了三倍 当然大家薪水就没有办法拉起来 所以我就很感慨 其实目前我们在认为 如果要问明年的经济 台湾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其实你问经济部长 他也许会想到一个方针 但是如果要问台湾 十年后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要问谁 问教育部长 我觉得教育部长 教育才是国家未来经济的一个根本大计 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经济 陷入到这样的状况 我真的要回溯十年前 我们的教育部长做了什么事 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深根的去思考的 好 刚刚庆龙带我们看到 为什么申请学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呢 它其实有几个可能性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它可能是学费越来越贵 再来就是可能更多的家庭 他们负担不起 让自己的小孩去念大学了 因为学费能很贵 所以家庭的收入减少 所以他们也负担不起 再来就是念大学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现在大家说 这个满街都是毕业生 他其实有功过于求的状况 其实就跟面板一样 你功过于求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是叠价 所以大家会觉得 大学生越来越没有价值 薪水领的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大学毕业生 严重的功过于求 让起薪的也跟着斗退路了 加上景气很差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大失业潮 在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老板他想要cost down了 就直接转嫁给员工 他干脆也不用正职的员工 让派遣的工作 现在是越来越多 请雨姐告诉我们 好 北于台湾现在真实是已经进入 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代 很多熟悉的工作都已经逐渐消失 而从来没有听过工作 像是我们之前说的 这种型男保全的工作 反而是正当红的一个状况 像是现在台湾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在这个状况之下 有一种工作也越来越多 就是没有年终 也没有三节奖金 甚至连这个员工福利 都没有的派遣工 而这些人至少占整个台湾 劳工比例有10% 我们先来看这一项调查 是文化大学做的一项调查 他说了这种派遣劳动力的人数 在1995年有6万人 不过现在已经累积到40多万人 但是这里头 如果我们再加入临时工 或是兼职这些员工的话 其实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 还高于整个官方公布的72万人次 甚至这个人力银行 有另外一项调查显示 有30%的企业 都是使用过这种派遣工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些人薪资是很低的 对他们来说成本 也是相对低廉的 而这个主寄处的调查 也印证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这里部分工时的人 他平均月薪呢 在这十多年下来 已经从2.4万下降到1.4万 连基本工资都不到 而且根据调查 派遣工的一个薪资 确实也只有正职员工的53% 女性的派遣工甚至更低于这个标准 所以这种不公平的薪资结构 也让台湾上百万名的派遣工 成了新品大军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就像这个先前很多科技厂呢 他们其实在整个接单情况不好的时候呢 就会先停止派遣公司的人力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我们政府呢 正式带头来用派遣工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好 10月份的失业率呢 是脱离强轨的不降反升 很多劳工都担心 接下来就会有大失业潮了 而且攸关980万劳工权益的劳保基金 在先前又传出说要破产 结果让劳保爆发了几对潮 一个月就被领走了205亿 也请老师 是 其实劳保基金会破产 其实是10月份所传出来的讯息 所以当时造成许多的民众 有一些恐慌的气氛 所以让10月份的劳保 一次起领的金额 就高达205亿元 比9月份增加了1.4倍 1.4倍 但是我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讲 其实劳保年纪啊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 你每月领绝对比一次领还要划算 不管你一次领完之后 你要想办法去创造出一些投资效益 其实都没有办法比劳保年纪还要好 给他给一个概念 其实现在可以去领的都不用担心破产 比较要担心到破产的真的是比较年纪 而且我们还想到的是 劳保的一个当时的费用啊 我们一般的劳工只付10% 这雇主帮我们付了70% 然后应该说员工自己付20% 雇主帮我们付70% 政府帮我们付10% 所以我们劳保费率 其实我们相对的成本是相对降低 所以一次领 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不是很划算 因为基本上你只要每月领 然后领8年 其实就可以超过你一次领的金额 即使你不够长寿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怕你活不到你的一个长寿年龄 你的遗嘱其实还可以帮你 你的家族还可以帮你领差额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 一次领的部分 其实它会比劳保破产更危险 有一个概念 因为有一家保险公司 他们最近就在劳保局锁定 锁定某一些客户 就是锁定这种一次领的客户 一次领的客户 因为他们打出一个口号说 每月领不安心 你把钱领出来之后放在我们保险公司里面 会比较安心 我给你年利率2.55%的一个保证 那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比定存还要更好的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假设我们以投保薪资3万2千元来 3万2千元来讲 你一次领 领出来是144万 你每月领 其实每个月可以领到14800块左右 但是如果你144万拿出来之后 然后这家保险公司赚2.55%的定存利率 好像比利率还要好一点 你一年的利息只有3万6千块 平均12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大概才有3千块 但是你每次 平均每个月领的话 你基本上有14800元 那假使我们劳保的一个 为了要改善财务的缺口 对折砍半 一个月还是有7千多块 还是比你所谓的 放在其他的投资管道还要管用 所以我们在思考 一般的大众在思考说 一次领跟每月领 哪一种比较好的时候 你要去想 我一次领出来之后 我投资管道在哪里 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投资管道 其实放在劳保局里面 还是比较妥当的 好 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个挤兑潮 就是在先前呢 其实这个消息传出来 就是说我们的劳保能 可能要提前破产 这让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担心 而且呢 政府现在也说 这个不改不行啦 连政府委员管中敏都说 这个贫贱夫妻白事哀 感觉上我们这个政府 好像很浓厚的这个无力感 所以军工这样的退补基金 它同样也是有破产的问题 有诚意 所以现在呢 政府想要改 但是到底有没有看到诚意啊 目前来看 的确看出了问题所在 总统说的三个缺点 第一个是经费不足 第二个的话是行业不平 第三个是世代不均 完全都命中要害 但是做了没有 目前还没有看到 做法还没有出来 希望明年初的这个政策 能够真正的端出来 当然为什么我们的管中敏 他的政务委员 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 他其实是我们国内 非常知名的学者 他提到说 小腹难为五米之吹 所以凭见夫妻百事案 没有钱 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想这个方向的话是对的 我们国家现在财政的话 你不能够什么东西都用举债 去解决这个问题 要开源 但是也要提醒一点 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庄子里面的话 其实有个故事 因为庄子虽然是 我们古代非常知名的大学者 但是他我们知道 以前的学者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 口袋里面没什么钱的 不像我们现在有 这个军公教的制度 是蛮好的 那么他当时他没有钱 他就去跟一个官员的话 去借钱 那他官员说 没有问题 等我把税收完之后的话 再来借你 他家里的米干没有米啦 你说把税收完 庄子就跟他讲一个故事 他也没有生气 他讲一个故事 他说我来这边的时候 我路边看到有一条鱼 拿在水里面的话 他说你给我点水 我快要渴死了 他说没关系 等我出去 回来捞点水之后 我再给你 那条鱼就说 到北海去捞水 你到干鱼铺找我吧 已经变鱼干了 对我们已经变成鱼干了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一些非常时期的手段 去扩大我们的资金来源的话 像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他就讲说 捷运的松山线 新一线可能会断吹 这不是我们 做不做捷运的问题 这是包括 除了不做捷运之外 还有营造厂的问题 还有旁边的话 可能是十家便当店 一百家餐厅的问题 你没有公共建设 对 这关这个连锁性的效益 我们明年全年的 公共建设的话 一千八百亿 一千八百亿呢 好像新北市的市长 朱立伦就说 这比民间投资还要少 如果政府带头 缩衣结石的话 那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或一般的企业该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更保守 大家都不消费 那这会造成一个东西 叫做节俭的矛盾 每一个人游泳裤破了以后 都去缝 那么大家呢 就没有人去买游泳裤 都没有人去买游泳裤 放游泳裤的厂商就倒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非常时期 真的建议政府 要用非常手段 好 就像刚刚这个陈寅所讲的 不过现在政府也看到问题 而且说要改 我们以这个公务员来讲 我们知道过去是八五制 就如果你是这个六十五岁 要退休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有工作 二十年的年资 如果你是六十岁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要有 二十五年的年资 这两者相加起来 其实都是等于八五 但是现在创下 现在就说 可能要从原本的八五制 要改成这个九零制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 公务员在抱怨 其实我们就常常讲说 其实不只是有 劳保的问题 叫破产 军工教 军保 什么都有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倒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政府才一提出来之后 就马上投书了 才改成八五制 你改成九五制 政府怎么可以招令器改 奇怪 他们不是都是政府吗 然后第二个又讲说 以后呢 都是六十五岁才生 这不是全世界的潮流吗 全世界都是六十五岁才退休 就是什么 以后你会看到 吊着尿袋 在追小时候的警察 六十岁的老警察 可是呢 你讲这些 我就跟你讲 我们家的那个社区里面 有三个警卫 其实都是七十几岁 我们前一天 才帮那个组长 八十岁退休 我们常常在街上 八十岁退休 对 他就是一样嘛 我们就常常在街上看到说 在那边爬电线杆的工人 阿伯 你几岁啊 七十三岁 七十三岁 我们那些工人 我们从来没想说 工人为了温饱 七十几岁了 他也没掉脑袋 他也是肉 结果我们警察呢 你四十几岁就退休 你就要啰嗦了 过去军人呢 四十三岁 军工家五十五岁 在共体时间 其实我们这讲的是说 这样一比起来 他们那些理由 真的没有道理 而且朝令夕改 我们那个二代健保 一代健保改来改去 我们这些劳工 也不是被朝令夕改 好几次了 好 其实不管是从 这个失业率 有让大家担心的 这个大失业潮可能会来临 或者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退休金的制度 也必须要来改革 其实大家都会问 政府到底有没有想好 到底该怎么做 在最近网络上 有一个爆红的一段话 其他提到的就是 讲顾总统金国先生的一段话 为什么让大家这么感动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我们刚刚对比 现在大家很担心的 就是失业的状况 还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就是劳工退休之后 也可能会领不到退休金 大家就会问说 这个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呢 而在最近网络上 就有这段影片爆红 到底是什么样的影片 让大家如此的感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 所以这地方 我们拿公家的钱走冷静 让少数人喝彩 我们不能够做 这天晚上睡觉了之后 我想起我在六岁的时候 我的祖母 他给给我两个碗 两个董拜 他说 每一个董拜的加油 每一个董拜的粗 我就到门口 跌了一跤 我都忘记了 到底哪个董拜买粗 哪个董拜买油呢 回去问祖母去 你这个人怎么笨啊 它是一样的嘛 在初日出 酱油是酱油 我们现在公商街的人 他拿买酱油的钱 去买的粗 买粗的钱去买的酱油 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话 我发财是自由的发财 用钱是自由的用钱 但是 发财 摘钱要增大 用钱要掐伤 所以我认为 摘钱要增大 用钱要去当 不然的话 他亏了 国外去到那个厂 这里有公管 养娃 家庭有用紙 好 捆来过来 捆来过来 快结果快结果 结果的话 明天保持是 现在我们经济发生 好 我们刚看到的是 这个讲雇总统 金国先生 他当年的一段 这个谈话 那么很多网友说 对比现在 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看了真的是 会流眼泪闯下 那金国先生 在我们台湾的历史里面 当然有一些 毁遇参办的问题 尤其在政治上的一些高压 可是他真的是 台湾的所有的繁荣 台湾的经济的底子 就是要打下来的 然后今天再回去看的时候 你真的会感慨 当时的时空背景不同 当时他要控制物价 但是当时台湾 几乎都是工营事业 工商业 还在家庭极客 工厂 工商业很少 所以政府就说 希望工商业 配合稳定物价 那时候做得到 而且当时还有 物价督导汇报 还是戒严时期 可是里面有很多 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方法不见得完全一样 几个精神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 以身作则 他要求你工商业 不要去调物价 不要让顾及全民的生活 可是当时金国先生 是冻结了 公务人员的福利 然后告诉他们说 今天欠你的 我以后还给你 然后他马上推出 重大的建设 帮助人民 就是十大建设 后来十大建设完毕了 大家发了起来 工工人员 军工教也马上给你加薪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他讲了一句话 那才是我们最近最感受的 为什么最感动 就是他两个铜板 他奶奶给他的 他当然这个 给他两个铜板说 金国啊 小国啊 你去买 一个铜板买醋 一个铜板买酱油 那时候小孩子 就去的时候 跌倒了 两个钱混在一起 他对面想不清楚 哪一个是买酱油 哪一个是买醋的 但是里面精神很重要 该买铜板酱油的 就是买酱油 该买醋的就是买醋 不能混淆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工家的钱 金国先生前面还讲一句话 不要拿工家的钱 让少数人发财 这才是最关键的 该去好好的我们人民纳税 这个工家的钱 就是好好做经济 那就该做的 不要拿工家的钱 人民的钱 拿去给少数人赚钱 少数人的福利 虽然他奶奶就是说 到底你这个两个铜板 还骂他笨吗 两个铜板 其实买损不是都一样吗 但是金国先生 他其实要传达这个理念就是 你赚钱是要震荡 用钱要恰当 就是你该用在买酱油的铜板 你就要用来买酱油 你该用在买醋的 就要用来买醋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好 市匆大家都说 现在氛围很差 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多政策 事实上是 我觉得是对的政策 譬如说像生死税 或是说像证所税 你说这些政策对不对 追求公平正义 是一个人次的不是价值 但是错在什么地方 错在这个配套措施不足 譬如说证所税 你到底要怎么科 这意见不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2100